佛山以后我就每天的环境是真的没得说 天天早上起来 其实每天早上 因为我起过工作的地方 一个稍微有点远 如果说我离的地方稍微近点 每天早上起来可以跑跑步什么的 挺好的 我住的这地方 那边是一条河 然后再有那边是一条大河 就是有一些公园什么的 这边修的这个跑道修的也挺好的 环境真的没得说 如果说要去到顺德那就是 更舒服了 刚才我在公交车上刷抖音 看了一下 发现佛山好像又有疫情 而且离我现在上班的地方还挺近的 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这几天我有可能要开单了 因为这几天在一些不要钱的网站上 发布了一些租房信息 有一些客户就看上了我这个租房信息 下午就要准备约客户去看房 这生活就瞬间有了笨头 下午呢就准时准点的 骑着小店里去了要看房的地方 我们来的有点早 所以说就在门口这等一会客户 说三点钟来 现在是55 开始都等到三点二十了 客户也没来 我们就赶紧给客户打电话 问问他今天还来不来了 三点钟的客户 让我们应声声等到了 要下雨的时候 等了将近半个小时了 客户没等到等到雨来咯 来咯来咯 就坐在这个单元门口静静的欣赏这场暴雨吧 最后呢这个客户就是雨下的最大的时候 他来了 这雨下呢 这个客户的预算呢 不是很高 但是到了这个小区呢 就是把各个户型和各个价位的这个房型呢 都给这个客户看一看 看看他们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 万一有可能他们可以提提预算什么的 那不就好说多了 果然啊 这个客户不出意外的 看中了价格最高的那一套 但是这套房子的预算和他要花的预算有着挺大的差距的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看着客户的意思没有准备往上加预算的这个想法 这是让我最头疼的一点 看到最后客户跟我说再见的时候放下了一句话说 我还是喜欢最大的那一套 至于预算呢 还是这个预算 你尽量去帮我把价格谈低一点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里面差了多少钱 差了将近一千块钱的差价 我的天 这个实在是太难陪我了 终于完事了 我这发型都有点 这呢这呢 这一个雨下的 你带纸了吗 大爷的 这电瓶车还没电了 还绷我一裤腿 绷我裤腿的脏水 哇靠 气死我了 我还得推着车走 今天那个客户呢 刚才在微信里跟我谈 说他看中了就是三千六那个 他说他要三千拿下 啊 头疼啊 完了 这回彻底趴窝了 怎么拧都拧不动了 哎 还有点电 哎 终于回来了 回到公司呢 又跟那个业主谈了一下 他们俩的这个差价呢 也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说谈成的几率呢 还是比较大的 也有可能 我这刚来半个月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要开单了 想一想都有点兴奋 嗯